67岁的陈建峰是河北省晋州市桃园村的一位农民 尽管天生又比缺失 他却通过自学用左手画出了一幅幅大气磅礴的山水画 5月9日记者在桃园村一个普通的农家院 见到了正在画画的陈建峰 据陈建峰介绍 因为小时候家里穷 他上完小学三年级后就开始帮家里干活 但只要一有时间 他便会临摹小人书 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差距人 跟别人见着不一样 心中有压力 有些时候别人嘲笑 从心里就挺不高兴 从这以后就不愿意出门 在自己压力就按心里画画 一画画把这烦恼都忘了 从这就跟这画结缘 慢慢长大后 陈建峰更喜欢画画了 无论走到哪 他都带着一个素学本 干农活的间隙也在画 陈建峰的父亲觉得画画没出路 就把他废省望时画的插图 都扔到了猪圈里 值得一提的是 陈建峰画画全靠自学 他说自己画画的技巧都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 陈建峰最擅长的是山水画 他笔下的山水画大气磅礴 周围十里八乡村民家中的隐蔽墙上 基本都有他画的山水画 我们家因为是成熟画的 画的挺好的 他不打画画的好 人皮也好 为人好道 撒凉 我以为他打抬探过的时候 说因为累了吧 你睡一睡觉醒了 哪都不爱动 这一动这一疼哪一疼 说 后来一想 这画画是绝对不能让 这画画是一种精神支柱 说 你怎么累 一画进去就叫做给你一种幸福的感觉 2014年 陈建峰的妻子由于血糖高 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 尽管去了很多家医院 但都没看好 家里的农活都压在了陈建峰一个人的肩上 他照顾妻子的同时 依然坚持画画 他希望有一天能举办一个个人画展 画了很多活 教练这个跳跃也表不起 希望等到有了跳跃 不知道画了都表不表 就到画了 寻散一下